中維鄉中央路一段附近 昨天其實是有淹水的情況 淹水的程度是因為在大雨灌下這些農田的時候 它有一道路面 可以看到現在水位已經退了 不過在路面上可以看到是有零星的樹枝樹幹 以及落葉的情況在 而在農田的部分也可以看到 雖然是水位退了 不過現在雜草叢征的狀況 也讓農民覺得是非常的災損 是相當的嚴重 而在另外一旁 其實抽水業者現在也是持續加緊作業 就是怕說今天在早上的時候 他們發現水位已經退了 不過現在還是要持續將這些水位拉到更低 因此現在是啟動了工作作業 來把這些水移到另外一旁 可以看到現在他們說 他們在前天的時候就已經來到現場 只是這次的颱風造成這邊淹水 有淹到角白的情況 所以在今天一早雖然水位退了 不過還是要加緊處理 也可以看到現在工程業者是不斷在繼續作業状況 而在這邊撞圍鄉中央路一段附近 現在淹水狀況已經退了 你可以看到在農田旁邊也是有來來往往的車子 在進行移動 也提醒民眾呢 現在這狀為現在還是有些微的雨勢 也要提醒民眾在今天上班上課的路段的時候 也要特別留意在沿路上 是否有一些零星的樹枝落葉 以免影響自身安全